说起七月最热的剧《非亲爱的热爱的莫属》 这部电视剧虽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杨子在里面的童年风造型穿搭让大家吐槽不断 更被嘲讽成大林童装 近日人气高涨的杨子加盟综艺中餐厅 看到他在中餐厅里的穿搭 网友直言比童年风高级了一百倍 在节目中杨子造型多变 蓝白条纹衬衫造型甜美清爽 粉色衬衫搭配牛仔裤靓丽活泼 杨子不仅完美演绎复古罗莉风 甜美少女风 还轻松驾驭了亲熟优雅风 虽然造型没有童年多 但每一套都备受好评 比起剧中走浮夸风的童年 不少网友表示 这才是心目中真正的童年 看来剧中造型师对软萌风格可能有所误会 中餐厅中的杨子造型才成功get萌寐精髓